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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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金中奖最佳主持人奖 就在综艺事业即将迎来高峰之时 彭恰恰却任性地丢开手上了话筒 转身就参演了电视剧《家有先期》 在剧中单纲主角的彭恰恰 凭借自己朴实的长相和不俗的演技 成功塑造了一个虽然傻傻呆呆 但也纯朴可爱的老婆奴形象 电视剧已经播出便大获成功 从此在观众心中彭恰恰就是一个 虽然其貌不扬但憨厚可爱的老实人 没过多久彭恰恰再次拿起了话筒 并与港姐曾庆余搭档 成为了综艺节目《玫瑰之夜》的第二代主持人 在节目中有一个单元叫做鬼话连篇 专门分享怪力乱神的故事 有着非常高的收视率 当时彭恰恰被神明附体一度称为热门话题 带给了彭恰恰极高的关注度 此后彭恰恰的事业一路高歌猛进 出演影视剧主持综艺 发表唱片可谓是一个实大实的3C语人 但谁曾想风光的日子没几年 便戛然而至了 2003年8月 彭恰恰因录制综艺《黄金夜总会》 与女艺人卢亮结识 并邀请她前往加州 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彭恰恰 本想鲜花美人一起收入囊中 没想到却遇上了仙人跳 在那一晚放荡行骸的彭恰恰 被卢静有预谋的录下了视频 一年后 当二人再度合作时 卢静竟拿出了光碟向彭恰恰 勒索上千万台币 艺人虽然高收入群体 但在短时间内拿出几千万 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彭恰恰也不例外 走投路的她只能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以13分的利息借款上千万 最终利滚利到1800万 巨大的财务压力 让彭恰恰变卖全部家产 并让其一度患抑郁症 事后面对媒体时 彭恰恰这样说道 我走红后自大 才敌不住女色诱惑 少年出道见过了太多的 莺莺艳艳 当初那个 只身闯荡的少年郎 终究还是没能抵得住 诱惑 被掏空全部身家的彭恰恰 决定放手一波 她实在无法忍受 让高龄的母亲 在工作为自己还债 她觉得自己还能东山再起 但名誉不在 而自己又年岁见长 彭恰恰知道自己无法再登台 嬉笑怒骂 于是她决定转行 普通人的薪水 自然是有失身份 但又急需巨额现金 于是彭恰恰将目光投向影视 自己当导演拍电影 但是拍电影需要资金 声名狼藉的彭恰恰 自然是笼络不到投资 于是她再次找到地下钱庄 借款6000万 虽然此前彭恰恰 也接连参演了多部电影 有过相关经验 但数页有专攻 一个会拍戏的演员 不一定会是一个会拍戏的导演 结果彭恰恰投资的电影 票房惨淡 甚至成本都收不回来 旧债未尝 又天行债 彭恰恰的幸运 表示不会再借钱给彭恰恰了 老友吴宗宪在接收记的采访时 就曾表示帮忙可以借钱面谈 无奈之下 彭恰恰只能再次找到地下钱庄 几次借款下来 债务已经滚到了可怕的2亿4000万 在那之后的日子 彭恰恰不仅每日 优私难解 还一度被黑道追杀要钱 最艰难的时候 彭恰恰口袋里只剩500块 老话说的好 有多大的脚 穿多大的鞋 有野心是好事 但如果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实力 那么野心只会害人 有钱不可以任性 没钱更不能 做一夜暴富的白日梦 被债务缠身的彭恰恰 豁不担行 本来指望票房大卖 星座再次扑街 不仅没有解燃眉之急 债务上更是雪上加霜 巨额的债务 让彭恰恰的妻子感到十分害怕 她曾跪地哀求彭恰恰 不要再借了 但妻子的泪水 并没有让彭恰恰死心 她破釜沉舟准备借钱 偷拍新店羊 2019年彭恰恰到处寻找投资 正巧接到一位陈姓男子的电话 陈某声称 自己可以帮忙介绍投资人 并能找人借钱 就是得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正如热锅蚂蚁的彭恰恰 顿时喜笑颜开 赶忙将42万手续费 给陈某转过去 几天后陈某的电话 再也没有打通过 一个月后 彭恰恰才反应过来报警 拉投资不成 反赔进去几十万 看起来如此荒诞的闹剧 却真实的发生在一个成年人身上 2020年8月6号 许久没有出现在镜头面前的 彭恰恰召开记者发布会 正式宣布破产 发布会上 彭恰恰承认自己欠款2亿4千万 目前债务已经还清了一半 但目前已经没有还款能力了 恳求30多位借款人能够给他时间 彭恰恰还表示 自己手上还有三个节目 新电影也会如期上映 他还表示 不会逃避债务 也不会跑路 希望大家能给他时间 陪同彭恰恰一起出席发布会的 是彭恰恰多年好友许孝顺 许孝顺在发布会上说到 我们在出外景的时候 很多阿摩说你们不要死哦 我们是带给这么多人快乐的两个人 你彭恰恰怎么可以这么痛苦的过日子 你的辛苦我们感受得到 你不说我们没法帮你解决 言语间 情真意切 甚至一度哽咽 希望大家给他机会 让他有机会继续服务 也许大老板 你们的金钱缓一些 很多压力让他做不了事 给他时间让他慢慢还款 也许这一次就回来了 记者发布会上 彭恰恰的精神状态非常差 录像时一直失神 不知道他是否是想起上一次被记者包围时 自己是何等风光 而如今的境遇和当初相比 可谓是云民之别 今年9月份 媒体报道彭恰恰向好友佩真借款46万台币后失联 并留言预告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晚 在收到彭恰恰一丝轻声预告的短信后 佩真担心彭恰恰会想不开 到处联系他的家人以及亲朋好友 但是就算是儿子皮皮给彭恰恰打电话 电话里也显示忙音 似乎手机已经关机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之时 彭恰恰的社交媒体却更新了动态 因为近期特殊关系 很多计划受到影响 这让彭哥心里受到严重打击 让亲朋好友担心了 在此跟各位道歉 没有原因没有解释 一句话轻飘飘的失联 一句话有轻飘飘的道歉 已经64岁的彭恰恰 似乎还是有着和他年轻的时候 一样的任性脾气 其实这并不是彭恰恰第一次 因为亲生登上了新闻热搜了 早在去年的11月份 彭恰恰就曾给自己的徒弟 发过亲生短信 并留下一言 如果在哪里发现了我 就已经操操了事 倒是家里的老大孩子们 帮我看着点照顾好他们 不过经过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劝诫 彭恰恰最终还是放弃了轻身的念头 作为知名台星 彭恰恰在花甲之年 还卖面子借钱 甚至被逼到轻身的念头 可谓是晚景凄凉 其实老天爷也不是没有给过彭恰恰机会 在宣布破产发布会之后 台湾直播天王 连千亿曾向彭恰恰抛出橄榄枝 连千亿邀请彭恰恰进去直播界 更是给彭恰恰开出了年收入超过2000万的合约 并宣布双方达成共识 在所有人都以为彭恰恰会出现在直播间里时 却被一场发布会打了脸 此后彭恰恰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 澄清没有与连千亿合作的意愿 此前的传闻皆为误传 并指责连千亿擅自宣传双方达成合作 让债主以为自己拿到钱了 纷纷上门讨债 严重地影响自己的生活 对此连千亿也在下午的直播间 还原了双方会面的全过程 放出了一段语音 一男子带彭恰恰传达说 彭哥又打给我 他有收到你的诚意 他想要跟你联络合作 他看到新闻说 很感动很感谢 思考要怎么和你合作的模式 并且连千亿还透露 这次合作的牵线人士圈内资深演员 黑面 与彭恰恰交情不错 本以为是双方互利互惠的友好合作 没想到自己被框框打脸 丢了面子的廉千亿 在直播中直接开枪彭恰恰 你是一个没有生产能力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有生产能力的人 你懂我的意思吗 在最新的记者发布会上 彭恰恰被问及还款计划 彭恰恰表示 原来的债务人并没有减少 甚至还兴欠了许多圈内小辈的钱 对演艺圈好朋友不好意思 大家都辛苦录影赚钱 因为我开口大家不好意思拒绝 有些预计没有收入了 变成逃避朋友 在这里公开跟好朋友道歉 以为本该名誉双收 成为老前辈的花甲老人 竟然还当着闪光灯的面 说出这样的话 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回顾彭恰恰的前半生 年少成名 放荡不羁 以为自己能够名利 美人大逢收 但愈鹤难平 终坠入欲望的深渊 年少时任性 以为自己可以顶天立地 不顾父母的付出 只身闯荡 成名时任性 以为一切尽在掌握 放荡意义 殊不知 命运馈赠的礼物 早已悄悄标好了架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 出息 出息 出息